大家好,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朝鲜最近一个星期又干了什么 再来分析一下金正恩在朝核危机这场游戏 后面他打算怎么个玩法 应该说朝鲜了这一个星期没闲着 他还是制造了不少新闻的 5月6号朝鲜的安全部门宣称破获了一起刺杀行动 就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和韩国的情报机构共同策划的 针对他们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刺杀行动 是说用什么生化物质来攻击他 听起来呢这个很像是2014年拍的那部刺杀金正恩的情节重现 好像是从内部电影里获得了灵感 这个事情他不是说一下就完了 他还有进展 今天朝鲜要求美韩移交就是刺杀行动的嫌犯 他也没说嫌犯是谁 也没说有几个人 再有就是朝鲜驻英国的大使 最近在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采访的时候说 什么时候进行第六次核实验呢 这会在最高领导人认为合适的时间和地点进行 总之他们就还是要搞核实验 表示不放弃 此外在刚刚过去的那个星期天5月7号 朝鲜再度扣押了一名美国人制 所以他现在一共扣押了四名美国人制 新扣押的这个呢也是一个韩裔美国人 再有呢就是朝鲜会派遣一个经济代表团 参加今年5月份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那么这个论坛会在14号到15号 在北京举行 也就是星期天和星期一 估计到时候朝鲜代表团的活动 会成为媒体聚焦的一个话题 那么在这两天朝鲜来的人 他和谁接触了 谈了什么 估计也是我们接下来 判断朝核问题发展方向的一个端倪 以上这些事情啊 既有朝鲜玩的老戏法 也有它变出来的新招数 老戏法呢就是不断重复 在重重压力下 我也要坚持搞核实验的决心 以及继续扣押人制 新戏法呢 是编出了美韩刺杀金正恩的这个新闻 而且看起来呢 他这个新闻呢 还是有后话的 他是有计划的 就是不断的有所跟进 不断的有新的声明出来 大体上看金正恩的目前策略 他实力的方向是继续对美国增加压力 同时跟中国会开启有限的接触 去参加一个跟他扒杆子打不着的 一带一路高峰合作论坛 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 金正恩对美国增加的压力 还仅仅是语言上的压力 就是在语言上示强 还不是在行动上 上一次发射导弹是五月一号 中国放五一长假这天 到现在为止呢 他还没有新的军事挑衅动作 就是扣押了一名人质 所以当前的情况就是金正恩嗓门很大 但是在军事行动上暂时保持平静 而美国呢是在语言上也保持平静 川普的推特上不继续说朝鲜了 美国政府的重要官员也不再谈朝鲜了 所以当前这个气氛呢 是有点诡秘 它是一种不明不白 稀里糊涂的沉默状态 在这种沉默里 参加这个游戏的各个玩家 都是在等待别人先出牌 是这么一种心态 朝鲜继续扣押人质 它的目的当然是增加砝码 又使美国派出政客 前往朝鲜而斡旋 因为这种事情 他以前做了很多次了 如同前总统克林顿和前总统卡特所做的那样 只要有人去了朝鲜嘛 他就可以趁机向美国要驾 那每一次美国的政客前往朝鲜 斡旋 多多少少都会给朝鲜带来一些利益 所以这是他的成功经验 他想继续延续这个经验 像1994年 前总统卡特去朝鲜 显然对那一年 美朝签署核框架协议 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2009年 比尔克林顿总统去朝鲜 是带回了被朝鲜扣押的两名美国女记者 那么在人质危机期间 朝鲜发射了光明星二号 也就是运载火箭 奥巴马政府对这个事情的后续反应 就比较低调了 2010年的8月份 前总统卡特又去了一次朝鲜 带回了一名被朝鲜扣押的美国教师 那么这一次具体做了什么交易呢 外界不太清楚 但是那一年三月份发生了 韩国军舰天安号被击沉的事件 那朝鲜半岛的军事压力那一年是比较大的 5月份的时候由韩国牵头的一个国际调查小组 提交了天安舰沉没的调查报告 认定的是被朝鲜所发射的鱼雷所击沉的 但是8月份卡特去了朝鲜以后 9月份所出的最终调查结果 就说不是鱼雷直接击中了天安舰 这个鱼雷是在离船几米远的地方爆炸了 所产生的气泡挤破了船体 造成了天安舰沉没 你看他就有改口了 那么这种改口和卡特去朝鲜是不是有关系呢 我其实是有所怀疑的 至少在卡特去朝鲜前后那段时间 美韩内部要求对朝鲜采取更强硬应对措施 这种压力有所缓解 去年朝鲜扣押了美国大学征瓦姆比尔 为什么金正恩近期又接连扣押美国人质呢 我觉得这在一定程度上吧 还是要归咎于川普总统本人 因为他给朝鲜传递出了寒混不明的信号 这个月初川普在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说 如果条件合适 他愿意见金正恩 还说是个荣幸 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说你和这个全球最牛的80后胖子见面是荣幸吗 还是说作为一个美国总统在任内 你能解决朝核危机 你感到是荣幸 所以这个信号就模糊不清 这边胖子一听觉得有戏 你的口风松动了 你不是说条件合适就愿意跟我见面吗 好我就给你创造条件 当然这个条件不是弃核 而是扣押美国人质 我把这个价码抬升 我以这个为条件 你认为跟我见面合适不合适呢 所以我觉得川普总统确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缺点 就是他随意性很强 说的不好听点就是有点打嘴巴 想一出是一出 说什么话随口而出 想到就说 不够谨慎 说和金城恩见面这个想法也许只是在他脑子里闪过几回还没有形成成熟的想法的没有深思熟虑的他就突如出来了那么在这种极其复杂极其敏感的国际问题上一言不慎就会引起不可挽回的后果 现在和朝鲜谈判的条件还不具备 可是你话一出口覆水难收嘛 那边胖子就有想法了 所以我们看金正恩最近搞了不少新花样出来 把2013年那个刺杀金正恩的电影变成现实版了 还有鼻子有眼的说要你美国交出作案人员 那么这一系列愤怒他潜藏的目的是什么呢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沉淀呢 我倾向于认为他确实是表演性的 目的是在于讹诈 其实我们中国人呢 应该非常熟悉这种表演套路 就是我们生活中屡见不鲜的那个碰瓷 大家就按那个碰瓷的套路理解去对了 就说一个人他要表演碰瓷嘛 说你撞着他了 碰着他了 他往地上一躺 他爬起来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肯定是愤怒 极其的愤怒是吧 哎呀你不长眼睛 哎呀你把我撞坏了 他越愤怒 那么你要平息他的愤怒 就得掏更多的钱 现在朝鲜搞出一个刺杀金正恩来 我估计往后他就会要求追加一个精神损失费什么的 那意思就是说 你看吧 你们都想搞死我 我很不安全吧 我得有个防身武器吧 那我得搞核武器 你看我这么不安全 你还要让我放弃核武器 那怎么啊 这个价码得翻个番吧 那咱们说到这儿呢 好像是对川普总统有些微词啊 那么他上任以来处理朝核危机 大家觉得能给他打多少分呢 我觉得呢 还是能打70分 好像也不太高是吧 那你要看跟谁比 要是跟他的前任奥巴马总统比 那是高很多了 奥巴马总统能打多少分呢 我觉得50分都不到 离及格差得很远 奥巴马这八年 可以说是错过了解决 朝核危机的最佳时机 特别是2006年 朝鲜进行第一次核实验 以后的一两年 那是遏制朝鲜 核野心的最佳时机 因为那个时候 朝鲜的核技术还很稚嫩嘛 它的远程火箭也还没有起步 同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力量 也没有今天强 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 都有完全的优势 不管他是要单独打击 对朝鲜采取武力手段 还是说迫使北京这边制裁朝鲜 他都有比现在大得多的主动权 今天这个川普政府的表现 你论其细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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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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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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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